《贪吃》 贪吃、妄想的危害性酒 确实,你把它剖析开,我就领悟了很多 但是,当下在那个超市里的时候,我就停不下来,眼睛都放光 到没有你这些状态,就不会有那些个病人、死人 所以说,像你这些状态的人不少 永远记着,眼前这场生死大梦 在梦里,你总认为都是真的 一旦梦醒,你就知道没有一样,是真的 就像你在梦里掉到大海里,快淹死了 最后一口气憋得醒了,你发现我没有泡在大海里 我床上一滴水都没有,整个大海那个都是水的状态没有了 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不会认为那是假的 就像你不会认为这些东西是假的 实际,它真就是假的,只要你醒来,你就会发现,这真是假的 在梦里,我是真的吃了,但是醒来之后,真的有那种吃过了的饱腹感,也是想的哈 本来就是的,你这个大活人,本身也是一个想,是五种妄想的凝结,就是一个妄想 你还以为你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人就困在自己妄想里,什么过去的妄想,现在的妄想,未来的妄想,无非一个想,无非一场梦 身体它也是妄想,你给我们强调的都是虚妄,但是,佛说,它是坚固的妄想 我感觉,这个就是有些破除不了,熏悉妄想,也是真正的坚固妄想,这是我个人感受的 你既然知道是你的感受,那你还去信你那个感受,你那个感受,不还是妄想? 完了,拿你的妄想,去跟佛法去比,去论谁对谁错,你那不扯淡? 不信如意,既然是妄想,你还去跟着妄想跑 又佛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完了 是 真见一点,就是这场梦,就像那个猴子被猎人抓到,真就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么容易 之所以容易,就是因为猴子不肯放手 一定要痛,才会放手,否则,它不会放手 记着,它不放手,因为它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放,痛的时候,它是转移了 这个时候,就不记着手里的东西,光记着痛,痛,它神经反射,它直接就收回了 好像是它放手了,不是的,只是它被这一种转移了它那个 就是它心里面的那个眼还在,只要见到了,还会去抓 不,一痛的时候,那个就没在 记着,妄想它不可能还什么在不在,它可以再起 但是,那一下的那个,就被什么代替了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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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熏习学习是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连续熏习 有间断再次学习时 不但接不上头 这段时间由于你在增加 顺缘世俗的这些 等再去解的时候 就没办法跟前面那个解了 能解上的这个烦恼业习气 都已经增加了 无尽赞他恩师 破除我坚固的我慢 不敢再总去相信自己的认为了 无尽赞他恩师 慈悲告诫 不能去否定找查 你找到的这所有问题 深深事实都会困惑着自己 曾经否定的那一下 在这些点上 至少一辈子你理解不了 也别想再提高了 如果你想再一次搞进去 也很困难 甚至越搞越美味 相反 随喜哪一块 赞叹哪一块 哪一块就很容易搞明白 甚至搞得比对方还好 无尽赞他恩师 引导我们去效仿高人 凡事轻力轻微 无尽赞他恩师 提醒我们 要警惕烦恼 只要稍微一放松 烦恼就开始膨胀 它膨胀的速度 是意想不到的 烦恼的障碍 是非常可怕 纵远过去 修了阴 也别想游国 母亲赞叹恩师 在偶尔遭受文猛 寒热 痒痛男人的时候 我尝试着换位 去理解您 深深感恩您 待我们所承受的一切苦 无尽赞他恩师 时刻的救护 梦中 依旧清晰见到 被毒蛇追赶 害怕自己时 您赶了过来 把蛇洞给封了 免我惊吓之苦 无后顾之忧 赞叹恩师 感恩恩师 道成乃至世恩 诚挚感恩您 为我这种 烈根性的众生 所操劳建立的一切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正定义是什么 是无名 因为无名 你去贪 比如说 人去贪自己不行的事 他不明白自己做那个不行 还非要去做 还认为自己行 那个叫贪 记着 自己不明白 自己不行 自己理论不行 实践不行 自己什么都不行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不行 还要去做 那个就叫贪 那么 首先贪 就是你自己理论上懂不懂 实践上你懂不懂 其次 你做这个事 最后的结果是乐是苦 你知不知道 如果都知道 都能做好 那不叫贪 如果你都不知道 还要去做 那个就叫贪 我不知道 我又要去做 我不知道 我该不该得 我又要得 那个叫贪 所以说 要把贪的定义 先搞清楚 再去想 他刚才说的那一套 什么要不要工作 要不要 那个跟贪不贪 不相干 你首先要把贪的定义 搞清楚 就是你不知道 你还盲目地去做 那个叫贪 因此 贪字 来自于无名 首先要知道 你是不明白的 就像对一件事 一件事 你理论上不知道 实践上不知道 产生的结果 你也不知道 你认为 那个结果挺好 你认为 那个实践 很容易 你认为 那个理论 不需要什么理论 就像人都好吃 吃甜的 就是甜的 我就喜欢吃甜的 那我喜欢吃 我就贪 这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实践上 在你身体上 会发生什么作用 你本来是贪舒服 贪好过 在嘴里好过 但是 其实 他给你带来的结果 是好过 还是痛苦 不知道 虽然不知道 但是 还要 这就叫贪 这个贪 跟他做不做事 不相干 如果说 连个佛家的贪字 都不知道 还敢去妄想 佛家的贪字 是什么 那个在以妄心 打妄想 那叫诽谤佛法 因为佛家说 那个贪 不是那个意思 如果 连个贪字 都搞不清楚 还 妄家定义 还敢去妄想 禅 怎么样 那就想多了 老师 因为主干引发的随法痨有哪些 不信 心乱 昏沉 调局 切 传 失念 不正 什么是不信 汇报人 失忆烦 参加上一期内容我们继续学习 那么它也是个小庙 很小 我就在它周围的那些农家联系 我就问 都认识 我说那个和尚 你们认识他怎么样 他说那个和尚挺好啊 我说 怎么个好法呢 给我们都像一家人似的 随时随地的 经过他们那儿饿了 他就可以吃的 有时候累了 就可以走到哪儿 歇到哪儿 我说 就你们吃的 他会吃吗 那时候我很计较 吃荤吃素的事 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都是很计较的 他说 怎么了 我说 你们什么都吃 我来意思 他那么高的人 怎么什么都吃 他说 是啊 怎么了 我说 有的时候你们不吃肉啊 不吃鱼啊 吃啊 我说 那人家师父怎么跟你们吃啊 他说 一起吃啊 我说师父吃这个 他说 吃啊 我一下心底就冰凉冰凉的 我说 这肯定不是高的 后来我就想 不高 他怎么需个肉伸出来呢 还是得去问 因为有的人可能恨不和尚是吧 乱说话 他诬陷他 后来我就找别人 人人都说他好 后来我就问他怎么个好法 你说人家好 怎么个好法 说我们求他什么事 他都帮过 而且我们没求到 有事 他也来帮我们 我说 他能帮你们什么 我就揪着问 他说 比如说 我小孩有病了 或者大人有病了 他除非不知道 知道他都会跑来的 我说跑来 那可能大家关心好 跑来看看 他说不是啊 他可以把病弄好的 我就问他怎么弄 他说有时候弄草药啊 有的时候就那么搞两下就好了 我说怎么搞 他说说不来 反正就搞好了 我说你说这就等于没瘾的话 他说是好了 家家都有这样的事 后来我问过了 确实每家都那么说的时候呢 人都说那样的 那不信也不行 后来我说那和尚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描述一下 说傻乎乎的 我一听 哎 这里面有问题 他要是傻乎乎的 他怎么修得成 就会找到了 就找到这个傻乎乎的 我就又走了一趟 那些人讲 我说是不是傻乎乎的 他们说是 我说这完了 他傻乎乎的 怎么能跟你家小孩整病啊 给大人整病啊 他说是整好了 我说傻乎乎的 他怎么能整好呢 他要是修行 按照佛教来讲 他都有大智慧是不 那都不可能傻乎乎的 再一个 他学医的也行 他修成了有大智慧也行 那傻乎乎的 他怎么能多高的人呢 还能整病 结果问了一圈 都说傻乎乎的 还就傻乎乎的 整病怎么定 最后我就想搞清楚 他究竟怎么个傻乎 大家都说傻乎乎的 他怎么傻的 一问 都说是傻啊 傻都不好说 就是 给他们村庄震撼人心的事 是什么呢 嘿 лучш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赞叹 初离 为最微妙 清静第一 深深惭愧忏悔 一代一切同业众生 深深惭愧忏悔 无始节来 一至今生 由无名己 愚痴 邪见 烦恼使然 而对佛所说的法 不信 不受 甚至怀疑 愿速速忏悔清静 誓愿一切众生 尽未来计 便一切时空处 速速具足 因缘和能力 深信佛 不管佛如何说 如何显现 都知道是最殊胜的 都是对的 都是在利益我们的 并能具足条件 得佛 为我等 见词说法 试教利喜 诗论 戒论 升天之论 欲恶不尽 上楼为患 赞叹 初离 为最微妙 清静 第一等无上妙法 愿一切听闻者 都能早日成为 最听佛话的人 都能按佛所教 成为最微妙 最清静 最第一的佛弟子 幸乐受持 聚宣佛教 并以子功德能力 回向阿诺多罗 三妙三菩提 奢化众生 同入佛志 同时 具足极大的欢喜信心 大有美精精力 不乱专一的念 将这些誓愿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生成巧妙契合众生根基的智慧 圆满慈悲喜舍 救护一切众生 此愿等真如 便切时空处 发挥妙悠 以时 适尊 世尊见此二人 心意柔软 欢喜兴乐 堪受正法 于是 继为说苦圣地 敷衍开解 分布宣誓 苦极圣地 苦灭圣地 苦出药地 耳时王子提舍大臣子牵察 既于座上远离成垢得把眼镜 犹若素质亦为受染 深深惨愧忏悔 一代一切同业众生惨愧忏悔 无始节来一只精神 刚强难化烦恼深重 祈求诸佛菩萨善知识加持奢受 愿速速忏悔清静永不复躁 同时无尽随喜赞叹 王子提舍大臣子牵察 心意柔软欢喜幸乐 堪受正法 得闻佛法能即刻远离成垢 得法眼镜 犹若素质亦为受染 誓愿一切众生 尽未来即便一切时空处 速速具足 因缘和能力 能得一切诸佛为我等敷衍 开解 无上妙法 分布宣示 苦极圣地 苦灭圣地 苦出药底 意愿我等 速速成就 心意柔软 欢喜幸乐 堪受正法的佛法器 以标准佛弟子相 来听寿承接诸佛教法 受习之 既能立刻 卷离成垢 得法眼镜 犹若素质 亦为受染 直至如佛般 圆满成就 点滴功德 慈悲喜舍 利乐众生 尊贵的朋友 吉祥安康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接着来学习 佛眼看世间系列讲座 佛为首家长者说 夜报差别经中的佛知佛见 第三十四讲 命静而夜不静 朋友们好 这周开始 我们要从夜与命之间的关系 来看几种夜阴夜报 佛说 富有夜能令众生 命静而夜不静 若有众生 从地狱死 还身地狱 畜生恶鬼 乃至人天 阿修罗等 亦夫如是 世民命静而夜不静 还有的夜 能令众生 他的生命结束了 但是他的夜未了 什么意思呢 比如有众生 他在地狱里死了 又生在地狱了 这就是命静而夜未静 也就是说 你这个命静呢 但你这个夜还有 你第二个生命 还要继续的连着这个夜去受 那如果说第二个生命还没受了 这个夜还有 那第三个命 接着继续去受这一夜 要受到什么程度 受到夜了静 那不仅仅是地狱是这样的现象 畜生道 恶鬼道 人道 阿修罗道 都是这样的 这就叫做命静而夜不静 又比如说 我们现在做人 我们现在该受的夜 该受的这个夜还没静 我们就死了 死了不要紧 下辈子你接着再继续受 好多人都说 我直接死了算了 我的命太苦了 我不受了 以为一死百了 其实你了结得了吗 且不说你自毁生命后 会不会值多地狱 就算你转身还继续做人 如果上辈子让你受苦的那些夜 没有了静 好你就再接着这个命继续的去受 还要接上这一段时间去受 一定要把夜受了了 那夜就没了 后面就不受了 那夜没了 不管你这个命在 命不在 你这个夜报就没了 这个原理 不管你在哪一道 都是这样的 再比如说 有的人有病 他这个病的夜没受了就死了 那么他下一辈子还会再去受这种病 一定要这个夜了了 你就不受了 那大家说 那怎么能受得起呢 那谁让你去造呢 谁让你去造了以后 不及时忏悔呢 一定要把他变成一个苦果的时候去受呢 那大家说 我忘了 忘了 你忘了夜 夜不会忘了你 他永远永远不会忘了你 只有你受了他才会了结 要么你就忏悔尽他 否则你就要受 愿一切众神 等真如的具足因缘和能力 深信因果 畏惧后世苦果 而不敢造任何恶业 谢谢 我们下周再见 10 具有2013年慈善法第十二一小节中 慈善目的的定义 这段所适用的目的 推进自然环境的实体 11 具有2013年慈善法第十二一小节中 慈善目的定义的K段 所适用的目的的实体 对公众有益的目的 和类似于其他慈善目的 12 具有2013年慈善法第十二一小节中 慈善目的的定义的 哀段所适用的目的的实体 推动公共辩论 13 其主要活动是 促进人类疾病的预防 或控制的机构 14 公共仁爱机构 主一 关于慈善机构的定义 建2013年慈善法 主二 通过被称为健康促进慈善机构的实体 可以是本表第十三项第二栏中描述的实体 主要活动是促进人类疾病的预防或控制的机构 信托机构 6 2013年慈善法第十八条 Cypris和类似计划 适用 A 为本法的目的或 B 为确定一个实体是否符合本节第五款表格中对实体类型或亚类型的描述 与第十八条为该法的目的而适用的方式相同 第三十节 注册程序 三十一 简化纲要 一下是本分布的简化纲要 本节概述了实体作为一个类型和子类型的注册过程 如果实体以批准的形式提出申请 有权进行注册并向专员提供了所有必要的信息和文件 专员必须对该实体进行注册 三十 点五 本分布对各类注册的适用性 本分布分别适用于以下每一种注册 A 作为一个实体类型的注册 B 作为一个实体压类型的注册 三十 点十 申请注册 一 一个实体可以向专员申请注册 二 申请必须采用批准的表格 三十点十五 处理注册申请 要求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或文件 一 专员可要求申请人向专员提供专员所需的特定信息或特定文件 以决定申请人是否有权获得注册 让我们使用批准的相机 适用批准的顶医生 并非 踏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